下一位就是我們台南黃鐵路動議製救會 陳文錦小姐 跟各位報告一下 7月2號禮拜六 在雲建署早上進來要開一個專案的審議 所以各位都可以來現場 而且那個藍鐵動議的製救會都會現場直播 所以其實那天你們沒上班都可以來當民眾 好 那我們下一位請跟徐龍不要這樣 請你們來介紹跟鼓勵一下 謝謝 各位在場的大家好 前輩應該是前輩 然後淑娟你好 這個是我們兩個買花 因為那個她代表去買的時候 她說淑娟你要大的還是小的 她小小的小小的就好 結果真的就買這麼小 非常抱歉 那這真的是我們最深最深的心意 謝謝謝謝 謝謝 各位大家好 談到我們的案子 如果真要說是一部很寫認識 我只能這樣講 但是我希望今天就是大家今天應該是很高興 所以我還是就是不要講得太悲哀 我簡單的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是去機場捷運的機站 就是現在那條機結一直不能通的那一條 蓋了一二十年還不能通的那一條 然後我們是在2010年被政府用預標售徵收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預標售 預標售就是土地還是我們的 政府就標給財團了 就是不用經過徵收的程序 就直接賣給財團 就是現在的A7合一宅的那塊基地 跟那個產專區這樣子 那就直接標給財團 那我就大概帶過 我今天為什麼會站在這裡講嗎 真的是謝謝薯娟 我跟薯娟認識是在2011年7月27號 我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那一天我們通過都市計畫 一般通過都市計畫 就像藍田他後來如果他通過都市計畫 等於就是死刑了啦 判死刑了啦 三省定驗了 根本就沒有機會 可以再去抗爭眼皮機會 保留我們的房子 所以那一天我記得 廖本泉老師剛才提到的 那天我們去就是 其實我們去抗爭 一下台北那個內政府的時候 我們的居民他們坐有 哇 那麼多警察 大家嚇得要是不敢下車 因為沒辦法就我帶 然後我就說好你們先坐著 我先下去看看是什麼情況 然後我就下去 然後台北的警察還算滿善良 可能他們看過的太多了 他說你們下來沒有關係 我們不會對你們怎麼樣 然後我就請我們的鄉 就是我們的村民一起下來 下去的確那裡的 就是那個中正儀的 還會教我們怎麼樣 欸你們怎麼樣排 媒體才會照得到你們這樣 就這樣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廖本泉老師說 玉宏你不要擔心 今天有一位很資深的記者 一定會把你們的新聞寫出來 因為說實在 我們抗爭者就像這一條 很人很少 不只是媒體很少 願意聲援的人說實在也很少 畢竟你土地的利益太大 我只能說政治跟財團 應該是有關係的 所以要抗爭這個土地的 那個真的人很少 所以本泉老師就說 你不要擔心 今天我會很資深的 應該可以進去把你們的 就進到那個都委會裡面去 結果然後剛才的田委 他也是其實那天我們很高興 今天來很多媒體 而且我也願意來了 他我們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管 然後可以去邀請到媒體 跟一些立委 所以那天我們看到田委員 跟蘇娟 還有其他我們真的 心裡就覺得很安心 今天應該不會過 我們想說應該會 就那麼多人深淵 結果我們就 後來記者會開完 我們要進去督委會 去樓上內政部 結果所有的媒體學者 連立委都被擋在大門外 我記得應該是那天開始吧 內政部大門就是 不准所有被 要被徵收的人進內裡面去 只有派代表五個人上去 五個人上去之後 我記得真的全部都被擋在大門裡面 外面 然後我們五個人上去 但是本群老師有上去 但是他不能進去到大會裡面 然後他就教我說 你進去先說程序的問題 因為這是程序就是不正義的問題 結果我提了 我記得那位師長 我們的謝仁的師長 叫做蕭福島 他名字很好記 蕭福島 我永遠記得他 因為我就一直提說 不要提這個程序的問題 我一直提我一直講 然後他就 其實他沒有抬頭看我 我知道我有看他 他根本沒有抬頭看我 他說你在講跟這個本案無關的話 你就出去 他竟然說跟本案無關你就出去 其實那時候我們是跟抗爭 也不知道 說實在我們的資源太少 所以他講這樣 其實我們滿害怕 我心裡想我只有三分鐘而已 我如果再講下去 我連一個字我就不能去提了 所以我就不敢再講 他這樣講之後 我就迅速的把我們碰到的 大概的講一下 很快速的講 然後後來講完就出去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的都委也是這樣 已經去發表三分鐘 也就是被趕出來 決定是在他們了 我們就完全沒有資格去參與了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的晚上 把六七點有一個媒體就通知了 他說你們的案通過了 通過了 其實通過了 我常常說我常常會講說 政府徵收我們 就好像在空中撒一把農藥一樣 我們就是慢慢的 天天就吸著那個毒 慢慢的死去 其實只要你在被徵收 公告要被徵收的地區 那些老人很快的 他們就是這樣子 莫名其妙他就死了 很快的 其實我覺得政府徵收你沒關係 你要開發我們都願意 我們也跟他說我們願意開發 但是請你告訴我們要怎麼開發 但是他不願意告訴你 我要怎麼開發 這是我們最痛恨的 就是不公開 所有的程序都不公開 根本也沒跟我們討論 公聽會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們這機場間 A7是一個保護區 也是三波地 他是直接鐵邊 連環瓶都沒有 不要所有環瓶的 所以我們的案子在一年半全部結束 徵收完成 那請問一下現在是不是 剩下你們那一道才留著 就後來對 到了後來因為我們的村民到最後 就是被迫投降 我常常說他們是被迫投降 最後剩下我自己 從六七百人的自救會 最後剩下我自己 可能因為我今天不想再看到你流淚 欸對不對 所以呢 我真的他們有很多心酸事 但是我為什麼要這樣 讓記住還有那一棟 要講一下我們未來 要怎麼樣更努力的事情 所以我才會去跟你插話 然後因為我們後面還有那個文景他們 不知道 所以我們趕快把我們未來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好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對 因為就這樣子 到後面最後剩下我一戶 到最後 那時候還是李鴻元當部長 他我去那畢法院一個人去抗爭 到最後有獲得協調 所以剩下我一戶 但是我一戶不是用保留 是用專 跟大國安一樣 專案浪收下來的 還是一樣跟政府買回來 用原價買回來 最後留下800坪 我們有一棟古厝 本來是在 他把我們畫在路邊 我們去年4月12號 平移到100公尺以外 我們自己的保留區的裡面 我會在像這個月 7月份的9號辦一個 就是前一完成的活動 在這個古厝裡 以後會有放映各種的紀錄片 以及做談會 然後會辦一些青少年一些活動 這就是我希望留下古厝 然後就是縱使 如果犧牲身邊 也要保護得這種古厝的意義 謝謝 謝謝 因為整個他們的運動的過程 在俗建的書上面也有寫 那今天各位有來 相信都會買 那就是可以了解更多詳細的 那我們請文景你們也講一下 因為7月2號還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 你也要講一下